那我們請維安老師來分析一下好了 為什麼現在這個獅子女 演得這麼可憐年了呢 因為獅子座 她的火星是在巨蟹 所以基本上 然後再讓她精心是處女 月亮的是天秤 就是說她雖然感覺是豪邁石 但內心的OS很多 然後猶豫不決情緒很多 所以她跟每一個人在一起的時候 她心裡都想東想西 然後每天都有策略的改變 然後又會隨著對方情緒來改變 所以到最後她的政策已經亂了 所以這一場仗很難打贏 想太多 如果妳是一個很純的獅子座 敢做那一定早就現在就抱一個了 妳是說一開始她問她說 要不要幫她準備冠喜用具的時候 她就說好啊 妳就說好啊 妳就說那現在妳是把我當女朋友嗎 就要直接一點 這麼直接問喔 如果要演獅子座的話就這樣子 或是直接說那這樣算什麼 是什麼意思 對 就好酷喔 我真的會想很多耶 想太多 對 難道就是一直很期望 就是很想要擁有一段那種感情 但是就一直被傷害就真的 不會啦 不過她也不算 林哥這也算傷害 其實小時候她獅子 會不會平常都是她在拒絕人家 然後這次忽然被人家冷漠對待 她就會不開心 也有點悶悶的 對 妳就不要想太多就好了 那我小時候知道 對啊 下一個男人會更合適 凡老師我們也來看哪些星座的人 在談戀愛的時候 他比較容易死得不明不白的耶 好 我們來看了以上三位苦主 太陽精在這三個 常常就是談戀愛會在家問說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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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跟朋友哭訴說 我對他那麼好 為什麼他卻離開我 首先呢 射手跟金星射手 常常有這種感覺 他們常常會做一些事情 其實對方很不開心 他不知道 譬如說 男生不喜歡女生講三字經好了 可是射手座 從開始交往的第一天 就每天都講三字經 然後男生說 你不要這樣子太受 沒關係啦 這是我的習慣 所以到分手那一刻 他都不知道問題在哪裡 結果他會我心火術到說 也許有一些 犯了一些對方的禁忌 家教上的禮貌 或者是一些規矩 或是一些動作 或者是他好朋友太多 寫訊太多 這些禁忌都是他所不知道的 結果一犯之後呢 最後分手他還是 不明不白 那再來 雙魚跟金星雙魚呢 更覺得冤屈到不明不白 為什麼呢 因為雙魚跟金星雙魚 在談感情裡面 是有一半是自己的幻想 所以他會有所期待 譬如說 對方跟他討論一些房子 帶他看房子 其實是因為他是投資理財專家 但是他就覺得 應該要跟我結婚了 然後對方跟他說 我覺得最近滿喜歡白色 他就想到要生寶寶了 因為白就是純潔這樣 他就是常有自己的畫面 所以當戀情結束時 常有不明不白 再來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有時戀情結束前 會有一段時間 男生會有點怪怪的徵兆 而雙魚又會把那個徵兆合理化 他最近忙啦 他心情不好啦 他不是不愛我 男人不都這樣 所以這些藉口 也會讓他死得不明不白 其實他心裡 是有一點點知道的喔 那天蠍跟金星天蠍更是覺得生氣 因為他覺得只要我做到一百分 而且人家都會我都會 那你就是我的 譬如說 你說我要會做菜 那我也要去做菜 你說誰誰會投資理財 那我也要去投資理財 他覺得只要我是最好的 你一定會跟我在一起 可是有時候會給對方壓力 那有時鄉主有其他的問題 他都不覺得 他就覺得說 你要求我的我都做到了 而且我跟你媽跟你爸跟你家的 每一隻狗都很熟 而且他們餵吃什麼事啊 我都知道 而且我還考了三個證照 兩個博士 然後又介入你的公司 怎麼還會分手 他就是不明白 怎麼會輸給平凡人就對了 所以天蠍座常常自我要求很高 那也同時給對方壓力 然後做一些自以為對對方很好的事 所以到最後呢 他自己覺得死得不明不白 但我們旁邊都看得很清楚 就是你太強 對 可能是太強 或給對方太多push的壓力等等 也許對方只是希望一個老婆 我要這樣陪他躺在那邊看電視而已 真的耶 別難過夢 謝謝瑋老師 好 來 子榮老師來幫大家 做一個恐怖的心理測驗 我們一起來測一下 為何好男人總是不上門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為什麼好男人 總是不會靠近我們 到底身邊有什麼樣的阻礙呢 來看一下今天的題目就是 大力水手普派 決定不再吃潑菜變成大力士了 那你覺得他要改吃什麼 變成大力士會比較好呢 我們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吃辣椒 那B的選項是改吃洋蔥 C的選項改吃肉丸 那D的選項改吃香腸 你覺得大力士要改吃什麼 才會變成大力士 好 湘瑩 肉丸是肉丸嗎 是 丸子或是肉圓都可以 或者獅子頭 對 之類的 那香腸好了 好 我剛才看小顆 小顆 那我洋蔥 好 黃老師 辣椒這樣有噴火有沒有 紅紅 然後就變成有 黃老師 洋蔥 好 篤霖哥 獅子頭肉丸 好 香腸 香腸 大力士有吃香腸 因為他吃素吃慣了 所以他要吃點肉 是不是 尤其是大腸包小腸 滿好吃的 這個測驗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身邊一直都沒有 好男人靠近你的話 最主要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了解一下 選擇A選項的有薇婉老師 你選擇辣椒 到底是什麼原因 讓你的好男人 沒有辦法靠近你呢 三姑六婆主情路 情路判斷靠自己 就是說你身邊一直不斷的 有這些三姑六婆 或是所謂的好姐妹 他們稱之為你的好姐妹 但是其實是你情路上的冤親在主 明明碰到一個很好 條件很好的男生 可是他自己可能也很喜歡 他就告訴你說這個男生不好 所以你老是鬼遮掩 沒有辦法看清這個男生真面目 因為你總是有三姑六婆 在旁邊提供奇怪的訊息 告訴你呢 這個男生可能適合你 或是可能不適合你 你的愛吃愛情軍團 可能要稍微換一下人了 小心一點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選擇B選項的洋蔥 有小Call 還有黃老師 到底好男人不進門的 不上門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過度保護色假裝男人婆 就是說過度保護自己 覺得自己因為害怕受傷害 所以你有太多的保護色 保護色都攬在自己身上了 那就會自己假裝得自己很豪邁 一點都不在乎 我不談戀愛也沒關係 其實心裡愛得要死 所以常常會就是表裡不一 那展現出來人家就會覺得 你好像沒有很愛我 或者是你表現了跟我所期待的 有一些些的落差 是 所以建議選到這個選項的女生們 不要再假裝男人婆 或是假裝你很豪邁了 因為假設你非常的在乎 那你就要表現出來說 其實我是在乎的 不要再表裡不一了 是 不要因為A罩杯就以為自己是男的 對 真的 因為我覺得她自己是男的啦 對 然後我真的會假裝豪邁 對 重阿沙里 真的 重阿沙里那樣 我真的會 男生就會覺得說 那你好像真的不是很在乎 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C選上的 有篤玲哥 可能還有觀眾朋友們 到底什麼原因讓好男人不上門呢 自卑委屈 擔心多 自信不足 要突破 尤其是在愛情這個方面 你總覺得我還沒準備好 我可能還不適合談戀愛 或者是我擔心未來不能長久 你可能擔心的大多是未來的長期的夢想 看見別人這樣子 那我以前談過的戀愛 我的經驗來講 我擔心害怕我又受到傷害了 所以你就退卻了 所以你的愛情談的這個觀念裡面 可能有一些些的是屬於自卑的 或是覺得委屈的 甚至於太過擔心 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了 所以人家跟你在一起談戀愛 會覺得壓力好大 因為還沒發生的事情 你就已經開始想很多了 所以會把對方給嚇跑囉 真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第一選項的 有金純姐還有香蠣 看吃香蠣是好吧 到底吃香蠣能不能錯 會不會錯過好男人呢 士林大師 緣分會急需等待 總有一天等到愛 你說也許現在緣分 還沒有真正的到來 但是如果你有耐心的 等待下去的話 說不定身邊的這個人 就會變成你的真愛了 但是前提是 選到香蠣的這個人呢 通常我們在意識形態上是 他很希望立即得到 所謂的安慰 香腸 不是香腸 就所謂的安慰 譬如說我現在打電話告訴你 我可能語氣不要 不是很好 你就必須要立即聽出 我在傷心 我在哪 真的 你要馬上能夠知道 我在想什麼 Maybe我沒有告訴你 我只是怎麼了 我只是喂 對方可能就要立即講說 你怎麼了 所以你希望對方 是一個這樣子展現的人 所以放心 如果你一直都是對方的菜 你一定可以等到他的 相信你自己 加油 好險 我香腸已經找到了 來 我們休息一下 就算廣告到來回來說 我們要找機會要送出 這個桃花筊給大家 桃花筊喔 桃花筊喔 來 先記得 跟我們馬上回來 謝忽